大家好,我是KM公司技术总监开明 今天为大家介绍KMW-IS无线智能传感器 配合KM专属的App 形成了一款级无线采集高精度智能化机械振动分析仪 KMW-IS是设备可靠性管理和TPM的利器 KMW-IS仪器盒 打开仪器盒 KMW-IS无线智能传感器专用包 可以将传感器放置在里面现场携带方便 KMW-IS无线智能传感器 马蹄形磁铁片 顶针 充电线 充电器接头 以上为KMW-IS标准配置 软件安装及使用 下面为大家介绍KMW-IS在手机中的安装和操作 首先需要在手机中下载QQ浏览器 目前KMW-IS软件只支持安卓系统 QQ浏览器下载完成后 点击打开 找到存放的软件 选择软件包 点击安装 安装完成后 点击打开或完成 先点击完成 在手机的桌面上会显示KMW-IS软件 先在手机设置里配置热点 找到手机设置 选择到个人的热点 设置热点 将热点名称更改成KMW-IS 密码需要设置成8个0 这样才能保证手机热点和KMW-IS的连接 点击确认 完成后找到KMW-IS 下面将KMW-IS传感器与手机进行连接 KMW-IS传感器 马蹄形铁片 顶针 如果现场设备可以吸附 可以使用马蹄形铁片拧在传感器上 插入拧紧 如果现场不可以吸附 将顶针拧入传感器上 下面将传感器进行开机 点击红色开关机键 长按开机 绿灯亮起表示传感器已经开机 下面打开KMW-IS软件 选择到我的 选择到传感器 正在使用中的KMW-IS 当出现了序列号以后 点击 点击连接 如果现场有多个KMW-IS同时开机时 仪器上会显示多个序列号 需要连接哪一个 直接点击进行连接 连接完成后 点击返回 选择测量界面 仪器有振动测量和频谱分析两个功能 选择到振动测量 点击进入 软件会对加速度的峰值进行采集 以及速度的有效值 位移的峰峰值和包落的加速度值 以及轴承的状态 可以在查看功能中 查看每一个下面的定义 比如轴承状态查看 轴承状态小于1的时候 判定为健康 轴承状态大于1小于2 为需要加润滑值或黄色故障 轴承状态大于2的时候 建议更换 包落值可以实时查看到当前包落值的状况 如果要查看速度值 点击到速度 查看时 可以看到当前显示的速度为有效值 带宽是10Hz到1KHz 波长为1K 单位是毫米每秒 速度有效值满量乘14.2毫米每秒 有效值为4.43毫米S 可以进行测量值的保存 是否保存数据 点击确认 支持文字语言图片和短视频备注 可以进行编辑 在这输入需要备注的内容 比如输入点击驱动端 点击添加 将当前的测点值已经进行了保存 后期可以进行查看 完成后点击返回 下面点击频谱分析功能 进入后 软件有设备的结构 会给我们指明 需要测量的点的位置 带测设备是哪一种类型 可以直接进行选择 比如带测设备为历史离心泵单级悬臂共轴 点击进入 进入后可以根据设备的功率进行选择 比如设备的功率为15-300千瓦或小于15千瓦 或者大于等于300千瓦进行选择 如果设备是大于等于300千瓦 选择并点击完成 输出的转速可以大于600转或小于等于600转 输入了这些参数以后 可以用ISO10816-3智能诊断 完成后点击确认 软件会对各个侧点进行采集 如果采集的是电机非驱动端水平方向 点击以后 会让您将传感器吸附在这个位置 根据软件提示的位置 将传感器正确地吸附在设备上面 吸附完成后点击采集 采集后软件会显示当前的振动值 加速度、峰值、速度有效值以及包落值等 采集完成后自动会进行停止 采集完成后软件会提示 以采集完成 如果需要保存直接点保存 如果需要进行分析 如振动值变大 需要分析它的故障原因 点击分析 分析的时候软件会有智能诊断 当前设备的评判标准 如现在在绿色范围之内 设备的振动为正常 如果是黄色表示警告 红色表示紧急 软件会显示加速度的波形和频谱 以及速度的波形和频谱 可以进行分析 也可以直接点击屏幕 查看光标 可以通过光标来分析当前的频率值 如现在的频率值 X轴横坐标的频率和Y轴的幅值 可以进行查看 可以判断出设备的故障原因 如是转速频率为不平衡 以及转速的斜拨频率 二倍频为不对中 以及松动等情况 都可以通过频谱进行分析 包落值可以查看 是否有轴承的故障频率等 完成后点击返回 可以对数据进行保存 点击确认 可以支持文字语音图片 以及短视频的编辑 手动输入可以直接进行编辑 点击添加 将刚刚测量的值进行的添加 点击返回 再点击返回 如果还需测其他的点 以同样的方法进行 返回到主界面 测量的界面 两个功能键都已经完成了 下面点击我的 可以对刚刚保存的历史数据 进行查看 可以自定义测量界面 以及频谱里面刚刚编辑的 3月4号的历史 离心泵的测量 可以点击查看 可以查看分析的数据 点击分析 分析中可以查看波形和频谱等 如果需要添加备注 直接在这里面点击可以进行备注的添加 模板管理 点击进入 如果需要查找卧室离心风机悬壁共肘 查找电机驱动端垂直方向 软件上会提示在设备的哪个侧点进行检测 其他的侧点都是一样 需要查找到哪一个直接进行查找 点击返回 轴承库仪器内置了FAG SKF NSK三种品牌的轴承 需要哪一种轴承 可以直接输入轴承的型号进行查找 也可以在内部直接进行查找 如要检测的轴承为129-TVHFAG 直接选择 进入后会有轴承的转速输入 输入实际当前的转速 如转速为1500转直接输入 输入完成后 会显示轴承的外圈特征频率 内圈特征频率 滚动体特征频率 保持架特征频率 当频谱中出现了这些故障频率的时候 就出现了轴承相对应的故障频率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小工具 可以解决现场很多轴承的问题 传感器在进行连接或者断开的时候 进行点击 设置中会有使用说明 从软件的安装到软件中各个功能的操作 都有详细的说明 直接可以进行查看 返回 关于我们 有KM公司的联系方式与网站 感谢观看KMWIS一期使用教学视频 KM Instrument